因为从这周开始 我们就没有那个查了 没有那个做出什么样的角度 因为我们马上五月就开始复习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做一下课程与发展论坛 还是再跟大家去沟通一下我们这个论坛到底是干什么 其实我现在目前最初的想法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让你有这样的交流的机会 也可以让你有这样去公开的去想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需要的时间 是吧 因为实质求是讲不管我们做哪些工作或者做哪些的一些事情 实质求是讲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说一个持 就是持续不断的这样的学习能力 或者持续不断的这样一个学习的态度 或者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或者说是我们一直需要的 包括实质求是讲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考这个注册审议员的学员 或者说是考生也一样 等到考过这个考试之后或者等到从事了注册审议员之后 可能学习的动力或者学习的一个这种镜头吧 就不如以前足了 说实话起码在我身边我看到的不多 就是那种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学习 不停的每天学习就觉得特别少 就更多的可能就是每天琢磨的怎么去找企业要点东西 是吧 去吃点好呢 是吧 怎么去当地去转一转 是吧 就这样的想法 当然这样的想法不能说不对啊 也不能说不好啊 只是只是实事求是讲 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谈生意要把这个心态碰到我们这个学习上 或者因为实事求是讲 今年这个认证行业的形势啊 我觉得是我们目前就是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 确实是非常非常卷 对吧 你想一千多家认证机构是吧 它都在不停的拼命的去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其实做认证的企业就那么些了 实事求是讲在目前的经济形势 目前整个我觉得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 到现在一个节点啊 就是企业的数量实事求是讲 实事求是讲 实事求是讲 我们说这个信息化这个时代啊 越来越透明嘛 实事求是讲 就去年我都没感觉像今年这样 却老师过来了是吧 我先聊两句啊 聊两句然后接着你聊 嗯 去年我都没感觉这个认证行业这么 这么卷 但今年真的感觉特别特别卷 尤其实事求是讲像一些传统的体系 真的非常非常卷 因为我们学员也实事求是讲 就说这个 在找注册啊 找实习啊 或者在转阵之后 确实也遇到很多困难 这个我也遇到过 有啥说啥 从去年五一我 我从事审核员 开始注册实习到现在一年时间 其实说实话 也并不是说像想象的那么送礼 或者说那么 但你怎么说送礼不送礼这个事儿 是吧 人活一辈子可能 所谓的送礼只是 嗯 你努力过它就有个结果 是吧 你啥叫送礼啥叫不送礼 是吧 躺着赚钱就要送礼吗 也不是 但是今年确实感觉就卷了很多 包括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现在每次考的都十几万 二十几万人 在考不去 在考 其实说的话 这个行业 也用不了这么多审核 说实话 但是呢 传统体系没有什么 多大竞争力 那我们肯定要想着说 怎么能够扩大自己的体系 或者说上自己在这个就业市场上 很有价值 而不是说就 哎呦我的考案也没有用 或者说 我这个审核员好像也走不下去了 实际球是 都很难 你到企业看一看 真的很难很难 好多企业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 审核员呢 说实话 也挺难的 但是好带还 有口饭吃 反正我一直这么说 包括如果说好多人也抱怨说这个企业的刀弹不好呀 条件不好呀 但是你反过来想想说 如果说不做审核员 你干别的行业 比如说在40岁或者50岁这个年龄 能找到工作吗 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好多人也不愿意去面去去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不愿意面对和和和和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这两个概念是吧 你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也会也会来到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其实对大多数点来说啊 就是考试学习通过这个途径还是最容易的条路 最容易的条路 你哪怕说企业招待再不好好点还给你盒饭吧 哪怕4块钱的盒饭 说白了还是免费的吧 否则的话你自己在一些单位上班 是吧 那4块钱盒饭你自己耗钱了 听话做的审核员说 吃和住这都基本都是报销的嘛 好多审核员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 身在福中不知福吧 这难听点就是贪得无厌 做的好经常的话可能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道理 崔老师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 你聊聊吧 你聊聊吧 我时间交给你吧 因为我们半个小时前你多聊会儿 我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主要是这两天 这两天在准备软考的论文 所以说现在也是一直在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所写的论文的主题 也就是所选的背景 然后背景的话呢 然后目前的话 对于我来讲 我是选了一个这个 就是属于是智慧医院的 然后一个这么一个论文 然后就是以这个素材作为一个背景吧 然后但是 通过写的过程中发现 对这个智慧医疗行业实际上是了解的 知之甚少 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大量的 就是找一些这个医院的这个相关的 或者是医院未来发展趋势的这么一个 一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学术报告 一些这个包括对于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些可言 之类的 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一些这些资料 因为 如果你不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你发现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可写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素材可写 至于说 因为写论文的时候 他不是也是需要这个理论加实践吗 但是理论 你可以摘抄一些这个教材 或者是什么的 摘抄完了之后 你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 把它背过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 把理论落到实际上 那么说你就 就需要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行业 深入的去对这个行业进行一个 就是说深入的一个调查 你要不调查的话 你就不知道真正的实践是什么 那么说你写出来的这个论文的话 就算是你压中了这个题目了 那么说 你写出来 那么说人家判决老师一看 你这个东西都是假的 那么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论文不过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了解了一下这个最近这件 最近这两年的这个论文的这个评分的情况 据一些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来说 就是包括他们这个教培机构的一些老师啊 就说在这个相关视频网站上的一些这个分享也好 就说很难会出现那种就是60分以上的那种优秀的论文 特别特别少 基本上属于没有 因为75分满分嘛 然后60分以上的就特别少 然后大多数的情况下就说 如果一个人一个人的论文如果能写到50分以上 或者是55分那个样子 对于培训机构的老师来讲 这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论文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是不断的去寻找或者是深挖 你所写的这个题目的背景的这个素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也确实是耗费了这个很多的这个 也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 就是通过只能是通过一篇一篇的去读他们的这个 相关行业的这个可言报告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只能去去读 然后读一篇读两篇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啊然后那个读几篇的时候 当你读的多了然后你才会发现啊 原来针对于智慧医院的这种发展的空间也好 或者什么东西的也好 实际上它是一个很 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而且了解了这个行业之后呢 也就会了解到实际上它和咱们这个审核员息息相关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双信息审核 它实际上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联系 就是医院的医院的这个智慧医院它所他所需要的 它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在这个数据的这个传输 或者是信息数据的这个安全上面 那么说对于审核员来讲 双信息的审核来说 那么说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因为他们现在的话 一线城市 然后包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字化智慧医院的这个建设 投入的资金实际上是特别多的 就像一种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项目 然后投入的资金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几百万 稍微集成的东西多了一点 包括云平台啊或者什么的 或者是包括这个 对这个电子病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整合程度 如果要是相对来说高一点 那么说这个投资的话呢 就会达到一两千万 这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说对于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对于就是说和这个审核相关的来说 那么说未来双信息这一块 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的 而且这个空间呢 是属于按那个什么来讲的话 就算是属于一个无可限量 因为以后的话呢就是一个 云计算云存储啊 包括一个云服务 然后像这种像这种的话 它最少了它是离不开这个 信息数据的这个传输 包括信息数据的安全 那么说和我们信息专业的这个双信 双信息的审核实际上是 关联度特别大 而且一个是政府 政府也在加大投入 然后做这个云平台 那么说相关的这个政务服务平台 包括甚至说包括一些这个智慧校园 你像校园 数字政府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务网站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出现的一些这个云端的服务 包括未来的这些银行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金融机构 再加上这个传统的这个 你像医院 然后都在对这一块升级 那么说所涉及到的信息这一块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 也就是说未来升值的空间 或者是说未来的发展潜力是比较大的 那我实际上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双信息 未来在审核当中所占的这个比重 我觉得这个比重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大 而且越来越高 甚至有可能 在过上个五到十年的这个发展 有可能就会和现在的这个三体系一样 就是会成为一个企业 或者是成为一个就是说 做这个软件集成的也好 还是做这个信息服务的这个企业公司也好 会是他们一个必备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资质吧 或者是什么的 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基础 因为他们首先呢 他们是要保证这个信息的安全 那么说这个是最这个是最低的一个底线 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空间呢也是越来越大 而且对于这个软件集成的这种服务商也好 还是说对于他们目前公司的一个状态也好 而且像这种呢 他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 以属于是能力资源密集型的这种 这种服务型的这种这种产业 那么说在这种产业当中呢 他的规模也不会太大 大多数你像一个小的公司的话 大概有上个三四十人 然后那个你像稍微大点的公司呢 然后你像一百多个人 然后他服务的话 然后他服务一个生产企业也好 还是服务一个这个 就是下设的这个制造企业 还包括供应商也好 那么说像这种的 对于他们的这个信息揭露 包括他对他们的这个信息安全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生产企业 你都要向上部的上游企业 然后像看齐 你包括咱现在的这个汽车制造业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华为啊 或者是华为跟这个赛里斯啊 还是这个比亚迪啊 还是一些这个小鹏啊 这些企业 然后当这些新势力的这个 新能源的这个汽车 当他们这个行业 然后发展起来之后呢 那么说他会带动无数的相关的这个 下游行业 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跟进 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下游的这个企业的话 你也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云系统的 你包括一些这个系统集成 你是要和他们这个头部企业 然后去相对接的 你包括一些这个政务服务啊 包括一些这个医院啊 包括一些什么东西的 他都是他都是需要做这个 做这种对接的 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 呃信息呢 是我们未来 所离不开的 呃一个这个 最基础的一个行业了 那么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 未来发展来讲 我觉得 还是要在这个 呃双信息这个 审核的这一块 呃也算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说不要太拘泥于原来的那种 三体系了啊 就是说原来的三体系呢 就是说他没有过时 他只他是一个基础 啊就跟就跟我们上学似的 对吧 你你小学初中了 然后是吧 最基础的这个九年幼教育 然后都没有都没有 然后你说我去我去读博了 或者说我我去读研了 这个东西 它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必须要把基础打好啊 啊就是三体系呢 还是一个基础啊 也就是说 呃我们把这个基石铸牢 铸牢之后呢 然后往上发展的空间 然后才会更大啊 啊然后自由选择度呢 然后才会更高啊 嗯 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情况下 我对这个未来的这个 这个审核员的这个行业来讲 嗯 实际上还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看好的啊 因为未来的话呢 会有更多的企业 越来越重视这一块 呃再加上 就说未来的这种 这种企业吧 呃一个呢就是 大的企业呢 会越来越大 而且小的企业呢 就说他虽然会面临着一种 生存上的压力 但是 在国家政策的这种 呃引导之下 他不会让所有的 国有企业承担 这个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所有的行业 他只能说是 就咱的基本国策嘛 就是说国民经济的话 就是说他是以国有企业 站为主导嘛 对吧 他站为主导 他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小企业 给扼杀了 这个不符合咱国家的这个经济政策 啊大正方针也不符合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说呃 因为这个小的企业或者是一些民营企业 就说目前可能会呃 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阵痛期啊 实际上也是国家在大力发展这个呃 智慧制造业 然后也是在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阵痛期 那所以说这个这个时间段呢 他会很快的就过去 大概上有上 再有上三五年啊 啊然后这个转型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对于能源来讲也是一个优胜略态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啊对于我们来讲呢 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呃呃出现的一个对咱们这个认证人员来讲 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危机吧 是吧危机危机嘛 反正是呃既存在着一些消极的风景 既存在着一些消极的这个呃机会 也会存在着一些积极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呃我们不要光看他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 然后我们实际上还是要根据这个呃大的一个趋势 然后对自己自身的一个根据自身的一个发展条件吧 或者是一个自身的一个基础 然后选择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就是我对这个未来的话呢实际上还是比较看好的啊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针对于针对于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 呃实际上就说个人的职业发展呢 就说一定要顺应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 对于我们审核员也是一样的呃 呃你比如说像前些年的时候然后还需要包括抢机位 那么说会有很多人会因为抢不到机位 呃而无法参加这个考试 现在呢就是社会呢提倡的就是越来越公平 就是说他会逐渐的把这个平台建的就是越来越公平 就是说你想参与的人你都可以参与进来 那么说我有了参与人的这个基数 我才能更好的优中选优啊 对于之前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老审核员 如果他要是说能顺应这个时代的这个趋势 如果要是能积极的做一些改变 你比如说甚至一些呃包括呃五指化的办公啊 包括一些呃网络信息的这一颗一些基础知识啊 或者什么东西的如果他要是在这方面进行提升的话呢 嗯实际上他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如果要是说他还是报纸之前的那种那个残旧的一些观念 就是说我不去做改变啊 整个社会的话呢 然后都要为我浪露这个呢是不可能的 就是历史的红轮的话 它是滚滚前进的不是你一个人 然后你就能阻止的了的 如果你一个人来去反对的话 绝对会被碾压绝对会被无情的碾压过去 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 提升自己的能力去拓展自己的这个认知 那么说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啊就是说 一定要就是说深化自己 一定要深化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啊 深化一下就是说自己对某一个行业的认知 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才能更好的一个更好的进行一个发展 好了谢谢老师 好的 那个感谢崔老师啊就是因为我们 实在求是讲啊就是我们目前这个 可持续发展论坛啊就为什么改名啊 以前叫做这个职业 叫什么职业发展论坛吧忘了 我都无所谓啊 但我们现在为什么叫可持续发展论坛 因为确实像崔老师说的就是现在 嗯 倒不是我一直来来渲染这种竞争的这种局面啊 但现在确实 确实竞争比较严 包括 给大家传递一个消息吧 你像 像以前 咱们思思求讲 像以前协会 对注册审核员的这个 注册的一个过程啊 相对来说审核 嗯不是那么特别的 也不是说不严格吧 就是说相对来说 呃 有它的一定的尺度的 呃一个一个调整啊 调整啊 咱只能这么说啊 比如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以前抢机位嘛 就是疫情以来抢机位 因为那时候确实 没有办法考嘛 抢机位 所以那时候呢 呃我个人认为可能说 出于说对这个审核员数量的一个考虑吧 可能那时候相对来说 这方面 不是说那么特别的要求那么什么 但是 嗯 今年开始我明显感觉到确实 协会对这块的要求也特别什么了 因为包括我 我我去注册一个体系 反正的一个体系的话 我感觉这个 呃协会在这个 在这个 专业工作经历这块的一些要求啊 或者审核啊 就要比去年 相对来说要要要要严格一些 啊 十字求是讲 包括还有这个在任认识啊 在任认识的时候 呃我们十字求是讲啊 就有些呃 有有有有有些目前目前的审核员啊 可能在某些硬件条件上不够啊 但是因为协会的呃 协会的这个这个 这个审核这个流程 大家可能也知道 他要求一些东西 不要求一些东西 是吧 所以要求一些东西 不要求一些东西啊 有人就可以 呃 就按照这个要求来去 来去处理一些事情 但是 呃 今年 今年来说啊 就是因为我们省委员每年都要这个 在任证嘛 呃 再要重新的 就每年要 那 每年叫继续教育 每年继续教育啊 年度确认啊 年度确认 专业书语叫年度确认 三年 三年叫做再注册 是吧 在年度确认的时候 现在协会对某些 硬件的知识条件啊 他有一个新的要求 就是他在审查的过程中 是有一个新的 新的审查的 审查的手段 但以前没有 但我也是 我也是听他们说啊 就是在这个年度确认的时候 就有些要求 所以说有很多的以前的 目前的在做的审核员 由于某些原因 是吧 他在年度确认做不了 年度确认做不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 就没有办法再去从事这个审核员了 但是在疫情三年的时候 肯定是不会的嘛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 呃 做什么 我个人认为吧 就做什么事情 还是要趁早 包括刚才崔老师也说 趁早往前赶 因为你越往后的话 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当然我们说竞争激烈 也 也谈不上是好事坏事吧 但是肯定 嗯 你找找一些 找一些去做一些事情 包括刚才崔老师也说到 你早一点了解一些新的东西 是吧 早一些去布局一些行业 包括现在 如果大家 做了审核员 或者不关注 也会发现 现在提到比如说信息方面的 因为现在这个 所谓的大数据啊 什么肯定跟这些 信息安全相关的 包括现在提到的EIG 什么的肯定的方向 但是我们如何 从这里面去入局 或者说 我们在这里面 到底说能够 能够站在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位置上 或者说我们站这个位置 能够有产出 是吧 因为 确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啊 就不是说我们 其实 还是一句话就是 就是我们学肯定要学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也在思考 包括我个人也在思考 就是我们学要有结果 要有产出 因为同样就是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你包括这些 这么多审核员是吧 从这个机构角度来说 那肯定他也在选择 我到底用什么样的审核员 对吧 那他我是 那对大多数的机构 肯定是希望说是多体系嘛 除了三体系 你再有信息啊 什么的肯定更好的嘛 尽管可能说 他这信息的单子不是那么多 但是 有肯定比没有好 哪怕说这个体系挂在这 给他这个体系都好 所以这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 就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们学这些东西 到底说 等我们学完之后啊 就是我们再去使用它的时候 或者再去 嗯 像这个 这个买光市场 再推荐我们的时候 因为实际求是讲 就 就包括我 就我们学员也有啊 就是 在考完试之后的注册啊 或者在找机构啊 是吧 也会面临着一些这个 嗯 一些 一些不能叫困难吧 是吧 一些 一些 选择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 一些 一些相关的问题吧 这个在球里面都知道 是吧 但是我有时候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 这些事情 就不是我 我能决定 因为目前我的工作主要是 呃 除了我本职的工作 我主要是做这个 都市成文考试的培训嘛 但是说 考试之后的这一块 呃 我一直说 考试之后这块 我们就就 主要是依托于这个 可持续发展论坛这样的平台 对吧 就大家就是 每周每周这样的 包括像上回张老师说的 其实就相当于交作业 每周我们就要交作业 看看这种我到底 学什么了 没学什么 或者说是不是啥也没干 一周又过去了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打卡独处的一个过程 好像这个 哪怕没学的 但是起码说 有个学的动力或者动机 就好嘛 这个人有时候也是 其实就是差距嘛 还是那句话 差距就是一点一滴的这么去 就去 就产生了 一样到了 信息肯定是个方向 信息肯定是个方向 但是 在这里面如何去 找到我们的位置 是吧 审核员去信息专业 现在有些机构还是很缺审核 很缺审核 缺审核 确实也是 但是就跟崔老师刚才说 在信息肯定的过程中 如何再找到我们的方向 再去发展 是吧 现在 竞争比我想象到激烈 真的很激烈 哪怕在这个组组审核行业 但是有些老审核 可能没有意识到问题 还在 啥说啥吧 还在清水煮青蛙 那还叫什么温水煮青蛙 事实上真不是这样 在为年两年可能整个的审核员的行业 或者这个 这个行业 可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我觉得 不以人的意志为专业 真的这样 所以我们提前准备 提前去着手吧 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现在 可持续发展论坛的成员还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 多少不是问题 就是我们持续的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孩子的话 学习的过程中 本身就是很孤单很孤独的 真的 你出来审核就发现 一个审核是五六个人 六七个人 在那你要跟随着一聊学习 就没人意跟你聊了 是吧 你天天聊点吃的喝的玩的 他还聊得兴高彩的 你一提学习的二字 就大 就 就 就把你当成温神一样的看了 所以说 有时候我也在想啊 就人少可能也 也不能叫好事吧 也没办法是吧 因为本身学习的东西又枯燥又无趣 是吧 还得动脑筋 那谁愿意啊 是吧 肯定不够吃喝玩乐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吧 是吧 因为学习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事情 别的也没什么 我们就是一周半个小时吧 交流交流 是吧 时间到了 我也不多说了 最老是我们以后 反正就是目前我的计划 还是每周每周 我们进行 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好吧 那没什么事情 我就结束会议了 也早点休息 因为明天还要工作是吧 好吧 我就结束会议了啊